接下来咱们要把一份节日的祝福送给人民警察 有一种坚守叫不忘初心 有一个承诺叫平安中国 有一群英雄叫做中国人民警察 哪里有困难 哪里就有藏蓝身影 哪里有危险 哪里就有警徽闪耀 今天第二个中国人民警察节 让我们真心的说一声 谢谢你 人民警察 根据统计 新中国成立以来有1.6万余名民警牺牲 30多万名民警因功负伤 其中3700余人被评为劣势 一家不圆换万家圆 今天有一条朋友圈 让众多的警察瞬间破防了 朋友圈是这样说的 妈妈在外面查酒驾 我在警车里面乖乖画画 虽然反光背心有点宽大 但是我也要身披铠甲陪着他 他守住了高速公路的安全 我正把满天星河画下 谁说老爸不在 刚刚眨眼睛的那一颗就是他 这是1月9日凌晨正在加班的 云南文山边境管理支队的民警 沈涛收到儿子画的全家福之后 在朋友圈写下这段话来回复儿子 父子的对话 整个朋友圈跟着流泪 这一天凌晨 妻子戴娶娥在云南广南县高速公路直勤 4岁的昂宝乖乖地待在警车里 一边看着妈妈执勤 一边画画画着全家福 戴琪娥休息时呢 用视频录下儿子的心愿 爸爸我再陪妈妈要想 你喜欢我送给你的画吗 我们人家三口 看到这张照片的时候 其实心里面还是挺难过 挺愧疚的吧 不过好在他很懂事 自己啊一个人就乖乖地在警车里面画画 都想多陪陪他 但是因为工作和分居两地的原因嘛 也没有办法 干警察嘛 其实大家都挺不容易的 希望他能够理解我和妈妈的苦衷 也希望他能够健康快乐地长大 沈涛与戴娶娥都是云南区境市罗平人 先后来到文山州工作 沈涛成为了一名卫国戍边的移民管理警察 那戴娶娥呢则选择当了一名高速交警 两个人的工作单位相距200余公里 婚后也长期的两地分居 2018年4月 这个双警家庭迎来了昂宝 由于双方父母远在趋近时 不能长期待在文山帮两个人带孩子 只能由戴娶娥带着孩子工作 三岁之后啊 昂宝就经常陪着妈妈夜茶巡逻加班 待在警车当中的他呢 会穿上民警的马甲 时不时地向窗外过往的旅客说一声 说说好开慢点 戴娶娥的同事呢 因此啊给昂宝送了一个外号 叫昂宝 这就是我们开头说的 一家不圆换万家圆 这是当警察的意义 沈涛说身为警察对得起工作 唯独对不起家人 这也是广大戍边民警的心声啊 束手边关打击违法犯罪 防范境外疫情输入 没有一克清钱 但是国家安全万家团圆 是广大戍边移民管理警察的心愿 对于丈夫的工作哪怕是带着孩子执勤 同为警察的代取额始终支持与理解丈夫 他说警察更知道警察的不容易 连昂宝也梦想成为一名警察呢 最好的教育就是言传身教 致敬人民警察 感谢你们守万家灯火 忽岁月静好 希望你们也能平平安安